嘿 吃不放的小姨妈来咯 带着我的好东西来了 来给你们看看 咱们家的咖啡是怎么着喝的啊 先给大家把口子剪开 看 独立包装 这个颜值真的是 哎呀 太好看了吧 每次出门洗袋也是很方便的 你们看着我们一起来冲一个 一次的话一袋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计算自己几勺啊 什么量啊 不需要 这样一袋袋就刚刚好 然后再拿这样的热乎乎的水 就是偏烫一点 不用非常开的那种都可以 然后直接这样子一边 一边倒水一边搅 一边倒水一边搅 好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差不多这样半杯 然后我们给它搅匀 好香 现在那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加热好的水就可以了 南瓜杯的声音就是好好听 是杯子的声音 你们看这个咖啡的口感会很好喝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直接用热水冲就可以了宝贝 直接热水冲就可以了啊 我们尝一口 很好喝 我们静置两分钟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咖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两分钟后的咖啡 像果冻一样Q弹Q弹的 喝完咖啡饱腹感超级的强 看它已经开始成型了 但还是等不住浓郁的香气 当当两分钟的时间到了 你们看 哇哦 它已经从一个液体的变成那种 就是Q弹Q弹的了 是一碗果冻状 然后一瓦一块 你们看 就随时那种冻冻状了 它已经不是液体了 静置两分钟就是这样的一个模样了 而且饱腹感真的好高啊 吃完这个 你基本上你也不饿了 饱腹感超高的呢 正在直播赶紧进来 感谢观看